台鐵工程延宕 女豬管理開罰 近遭路拍裸照 台中鐵路高架捷運化工程 四年前動工 沒想到包商卻因為工程延宕 擔心被開罰 近牆路交通部的女公務員拍裸照 如此惡劣的包商就是這間 位於五樓的華盛營造工程公司 離譜的是 他們還曾貨辦國家建築金紙獎 檢方調查 華盛四年前以10.8億 得標承攬台中鐵路高架化的 530億項工程 還因為施工主動積極 而且零公安 零事故 中工處特定頒發這張感謝狀 向他們致謝 沒想到隔年8月 第一項月台工程因為延宕 交通部一名女主管 堅持對華盛開罰 華盛董事長特助蘇曉珍 竟找新竹一名建商 跟堅女主管想偷拍她撬班 爆料她和同事婚外情 藉機逼她離職 建商透過警員郭志豐 偷查女主管個資 發現她未婚 跟堅也找不到她的小辮子 決定對她強拍裸照 女主管去年7月27日出門上班 被蒙面歹徒掳走 押到新竹一處公寮 強脫衣服拍裸照 對方還嗆 好好工作 不要多管閒事 女主管飽受驚嚇 輕調離開台中 宣案直到台中地檢署 接獲檢舉才爆發 檢察官14日 將蘇小貞和警員郭志豐等人起訴 中工處第二工程段段長 林明義也被查出圖利包商 一併被起訴 東新聞綜合報導